好,謝謝大家 那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SAGE 那SAGE其實是一個數學軟體 那它可以做很多 它其實整合了非常多的自由軟體 包含數學的、化學的、物理的 那今天的想法是 我想要在Tex裡面執行SAGE 那一方面可以做科學運算 一方面就同時的把我們的 research的result整理出來 OK,好 所以這個其實是來自於Web的concept 那Web其實不是TripleW那種Web 而是指TripleW是各種connection 相連接的Web 那這邊的Web是指code 和documentation之間的Web 那最早是由那個 Donald Knuth 在1992年提出來的概念 那最有名的大概是SeaWeb FortuneWeb還有SeaWeb 那SeaWeb是一個 同時可以產生Tex的Output 就是DVI或PDF之類的東西 那它是用TypeSetting的軟體 那同時可以執行我們所需要的 FortuneCode的Output出來 OK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需要Web呢 相信各位如果在各種forum裡面 可能會看到 如果說有人問了非常常見的問題 就會有人叫他去看Manual 這邊是比較文雅一點的講法 對,OK 那Documentation的重要性 可以從底下Code的一個非常簡單 ExampleCode看出來 這邊是在講我們在看一個Web的 在看一個Web的Interference 如果說兩個Web的Frequency是這邊的Input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把它疊加起來 加上一個Tenuation的Factor 那就可以得到那個Web對位置的關係 但是呢,如果只看這個Code 相信大家第一眼看到這個Code的時候 應該不會 應該會不知所措 如果說這個人沒學過物理 他可能會覺得說 這什麼鬼東西 W1,W2是什麼東西 所以 我們會需要一個比較好的Example 這Example呢 其實Code的部分是完全跟前面一樣的 但是呢,我們多了許多的介紹 包含了,我們這邊就包含了 這是在算Interference的一個 Sanosoidal Wave的一個Package 或是Function 那這裡面介紹每一句話 每一個Code是對應到什麼功能 OK 那當然 相信對各位先進前輩們 非常習慣寫程式的人 這樣子一定是非常足夠的 但是 如果 對Scientist 或者是 初學者來說 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圖 甚至 漂亮TypeSetting 可能我們不喜歡看到 不喜歡看到乘號是這樣子 我們想要看到它是空白鍵 或者是有上標之類的符號 所以呢 我們就需要Latech Latech就是專門在做TypeSetting的一種軟體 那其實這份投影片 就是用Latech做的 OK 那 那 那除了 那除了做一般的TypeSetting之外 我們其實可以透過Sage這個數學軟體 整合進它的運算能力 所以 這邊 這邊是一個簡單的Template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想用Sage 來 在Latech裡面做運算的話 我們可以Include Package 成為Sage Tags 那 這邊是標準的 先建立一個Document Environment 然後 這邊有一個奇怪的Environment 是由Sage Tags引入的 它是所謂的Sage Block 那這邊就是我們Code的部分 想希望別人看到它是Code的部分 那也是實際上交給Sage去處理的 那 那 接下來的部分呢 則是 我們可以 我們Sage可以 其實是一個數學軟體 所以我們其實 這邊定義的一個F 是一種Function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把 這個 Sage是指 你不需要它看到Code的部分 而只看到Output的部分 所以這邊就是把F這個東西丟給Sage去執行 那它會根據你前面 前面有過的任何 所有的東西去Figure out 這個F應該要怎麼Output出來 那它就放在這裡 OK 看起來時間不太充足 所以我們就直接看它的Output 它Output是這樣子 就是說前面是一個Sage Block 它有我們的Code的部分 還有Output 然後你可以叫它畫圖 直接畫在裡面 那就丟給PdfLatech和Sage去執行 就會有我們所需要的相關的圖 那Sage為什麼值得推廣 原因是因為它是那個 當然它是Python-based 這是無庸置疑 在這個Conference 這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它Integrate 一大系列的那個數學和科學軟體 包含篩拍和浪拍 然後Maxima R 追墨還有數學家常用的Gap 那這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其實可以看一個簡單的Demo OK 好 這是Sage的Environment 還有圖形界面 那各位可以發現 它其實非常像Mathematica 那我們可以用一些功能 把它做出漂亮的TypeSetting 然後也可以叫它解文方程式 然後或者是把Output做Latech的Output 然後也可以讓它產生漂亮的TypeSetting 也可以畫二維圖 這跟前面Mathplotlib一樣 它是其實從一個 用Mathplotlib來畫的 然後呢 你也可以叫它畫 Implicit Plot Field Plot 還有Slope的那個圖形 然後更厲害的是 它擅長畫3D圖 你可以轉它 這個東西就是追墨 它是化學家常用來看化學分子用的一個軟體 它JavaBase 然後也可以畫像量長圖 好不好 今天要結束了 OK 最後 它可以Render這樣的 這樣的Rate Tracing的軟體 就是以上 對 好 謝謝 非常抱歉 那個LatingTalk通常都是很殘忍的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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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